我們現在拿這本 第二次的最佳檢驗算 我們現在開二支十六 二支十七 來 稅立 好嗎 各位議員這要隨調黏 還是有意見的拿出來說就好 稅立的報分 先雕一條 哦 主條 後來 主條二支十七 統頭分配 分配稅 統頭分配稅 來 財政處 二十三月四千九百五十 五十一萬八千塊 有意見嗎 無意見不再完便 十八月 各位議員的保助收入民政處 八百三十四萬三千塊 有意見嗎 無意見不再完便 那邊 這是萬一聖書 這樣喔 就要再連票啦 用這個 這個聖 對他 來好 17台開始再進去 再一次喔 你也要丟 來好 十七台來 對家宜聖書 萬一聖書 現在對家宜聖書 二百二十一萬一千塊 有意見嗎 對家宜聖書 不用再黏了 不要 你不要 對家宜聖書 十八了 萬一聖書 八百三十四萬三千塊 對家宜聖書 兩百空三萬塊 有意見嗎 無意見才完便 黃議員 家宜聖書 保助收入 給家宜聖書 萬一聖書 五百八千 六百 六十一萬五千塊 對家宜聖書 三百六千塊 有意見嗎 出門 出門 三百六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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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記得 稍等喔 好 來 黃議員 這條是北東市政大樓VOT案前述作業 我們北東大樓 我們議會有通過的醫生 這是特別醫生中央專業補助 專款專用的 我們通過是14億 1,258萬1,600塊 再加點物價指數調整的7億8,564萬6千塊 總共是22億5,822萬7,600塊 這是我們通過的醫生案 這是全額補助專款專用 他今天加了VOT案 VTO案 現在還價VTO 我們沒有這個案 這是第一點 我們沒有這個 全亞補助我們通過 我們議會是跟醫生準 再來 你要怎麼去立行 要怎麼發包簽約 市政府、行政黨委的主要 我們沒有管 再來的時候 後天他們來報 他們在簽約 有什麼問題 他們去改判好事 他們去改判好事 然後我們來議會報告 然後我們來判定法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這樣 這個意思是要遭市民中心的 會前注作為可情性評估 這是兩種 後來市民中心 以及已經報 100,000、6、500、500 報 行政院 就算不一定 在合定 那不下來嘛 他如果報下來 報下來公司 下來 然後 送議會 那時候還要來研究 這是兩 這變成一個 一個团體 架架的 我們要把它封釋 我們如果要改判 我們已經算過了 我們沒有這個意見 我們沒有需要去改判 再來就是說 他這三百六十萬 是我們四十萬的配合款 還有 市民中心的 興建計畫案 可情性評估 五百 三十二萬 一百五十二 四百萬要不夠 我們配合四十萬 還要用到 南洞這一款 一百三十二萬 一百五十二 南洞這一款 專款專用 怎麼還要拿來這裡 做VTO 這就是違法的事情 所以 我們今天在這裡 把它封 後來 問下去 這個 後來我們 隨便隨便 拍他們都會釣魚門 後來他們 包廂求婚 求婚之後 各個各輸 節約無效 為了要培養 培養 到底 行政院說 我沒有叫你去陪人 為了 我叫你去陪他 總組合的合 說 那一月三千 共十六萬 六千九百六十九五 我沒有叫你去陪的 市交行政院 如果不接 市政府 到七八年後 市政院走了 到誰要有接 我議會 同意 我們 我們還要做 做可情建平衡 到誰要議會 到市政府 到誰要批 市政府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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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誰要批 議會不通過 不可以 要通過不可以 所以我是這樣建議 這問題這麼多 而且還有違法的問題 第一 他要照 他們去改善好事 然後做一個改善 他們去 新建計畫 去用好 然後中央好 然後公司下來 市民中心下來 我們再來討論 我意思是 三條 我們議會不要改善 他們的問題 他們去處理 來 蔡文綺議員 我想 這個 電營客業 各種機客業 這是 鄉民在客業裡面 都定好了 並沒有違法的問題 我想 你幹部處 主管單位 你是不是要 起來補充 申明一下 沒有 公務處處長申明嗎 來 來 來 當初華議員 順便請來 申明一下 什麼叫VTO 這個名稱 我今天第一次 聽到 這個名稱 如果用在這個 今天市府的北洞 我依然在Google搜尋 這覺得很奇怪 你解釋一下 這個處長 公務處理處長 改善一下 主席 各位議員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這個 剛剛 黃議員所提到 我們北洞大樓的原預算 有多少錢 其實那部分的預算 是編在行政處 所以它會 專款專用 用來支付整個 未來大樓要興建的經費 我們這個案子是因為 交判到公務處這邊的時候 市長是希望說 除了原來 蓋這個大樓要作為辦公使用之外 希望未來能夠提供多一點給市民來使用的一個空間 所以未來可能會有一些市民活動的空間或是譬如說廣場或是圖書館啊 那或者是市民可以來休閒活動的地方 譬如說有賣場啊 商場啊 甚至排除 可能有飯店等等這樣子的一個設施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計畫就會跟原來單純新建這個辦公大樓是在用途別呢是有擴充的 那所以公務處在接到這個任務之後啊 我們就來參考就是說 政府採購其實有兩部分 一個叫做政府採購法 一個叫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那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裡面 它有規定14種的公共工程 其中辦公廳設是其中的一種 那這個是在14種的公共工程裡面被同意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在中央的主管機關是財政部處餐司 也就是我原來服務的單位喔 那他們依照他們的規定 你希望做一個這樣的處餐案呢 就必須要先做一個先期規劃的作業 我們叫做前置作業 那這樣的前置作業呢 處餐司那邊他們每年有編列預算 來補助各個主管機關來做這樣的前置作業的一個預算 所以我們在大概三月份的時候來跟處餐司 申請這樣的一個經費補助 那也在這個六月初吧 六月初呢 處餐司核定下來 就是說這個案子他們同意來補助我們九成 也就是說四百萬裡面他們願意出九成 三百六十萬 那我們自備四十萬 然後來做這樣的一個處餐案的前期的規劃 就是說這個案子到底有沒有具備財務可行性 有沒有具備它的技術可行性等等這些 我們先把它評估 那評估完之後如果可以我們才拿出來招商 那這個是我們辦理處餐案件必須完成的 這樣子的一個法定程序 那我先做這樣的報告 你那五百三十二萬一百五十二塊呢 除了一百三十二萬一百五十二塊 你說要用南東的捷餘款呢 欸 人東捷餘款專款專用你要用 這部分呢我們是 目前跟處餐司申請的是四百萬 但是我們現在要招標的時候 我們會去評估說到底我招標的這個額度啊 是要多少 如果四百萬不夠 我們需要到五百萬的時候 我們會先從南東大樓的這個捷餘款裡面呢 先電支一百多萬 那這部分我們有先跟主機處那邊有先討論過 但是整個都還沒有定案 整個都還沒有定案 因為我們現在申請下來的這個預算就是四百萬 四百萬 所以目前跟原來的這個行政處的這個 市政中心的預算跟我們這個預算的科目兩邊是分開的 是沒有沒有相關的 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剛剛張秀華一眼提到說 BTO這個這種辦理方式啊 在處三法的第八條裡面呢 他有規定有七種辦理民間參與的這個方式 從BOT有償BTO無償BTO ROTOT還有BOO 還有第七種經主管機關合定的辦理方式 一眾有七種 那其中BTO呢 他有分兩種 就是說他的意思就是 他的英文是Build Transfer Operation 也就是說民間先來蓋 蓋完之後 我們按照一般公共工程的這種方式 監督完 一樣我們有工程品質的控管 一樣有按這個進度來付款 那付款完畢 這個大樓蓋完之後呢 他所有的產權要先移轉給市政府 因為我們政府已經付錢給這個廠商了 那付完之後 因為產權是我們 我們才跟這個廠商呢 來委託他來經營管理 那經營管理的意思就是說 整棟大樓 未來你包括水電空調等等這些的 這些經常性的這個支出呢 就會由這個OT的 這個BTO的廠商 他們來負擔 那我們嘉義市政府呢 除了不用負擔這個經費之外呢 還可以跟這個BTO廠商 來收取一定比例的權利金 因為他在整個經營的過程裡面 他會有一定的收益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分享 來分享這個利潤 所以他整個架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式在安排 以上先做這樣的補充 謝謝 各位議員 出廠改稅完畢 我們現在議員 黃秋澤議員 一直說要散掉 蔡文旭議員說保留 來 總法案議員 這個普通 到現在 這應該是在6月那時候 我們市民已經有提出總主席的嘛 對 這個是行政署那邊有 既然有的行政 因為這條錢 全部是中共補助啦 有的議員 像柯澤議員在說的 有時候實在說 大家晚上說一時間就很了解啦 是 這 未來就是要我們先做這個費用嘛 是 市民中心的這個嘛 我是覺得這不行啦 這要全所謂 因為這中間補助的嘛 你去經驗的法律程序 你拜法律程序怎麼去判斷 對嗎 市外被人還是怎麼樣 那是後面的事情 這中間真的要有什麼 來 蔡文西議員來 主席 我想 坐下啦 市長 先上的部分我講啦 第一 就是說 這個多元使用 未來的這個北東的方案 我覺得它比單純只做這個市政府的辦公大樓 會比較好 因為它比較多元使用 第二的部分就是說 客戶的部分 當然我們有跟建築師那邊 有做一個中資客戶 就是說透過電勤客戶的條文裡面有一個中資客戶 就是照客戶的內容 第三就是說 北東拖那麼久了啦 你要再拖沒有一個先期規劃的方案出來 我們也是再放在那裡 這樣一拖拖十萬多年 我是覺得說好過 所以 讓它整個價位出來 看怎麼 我們才來討論 這是我的意見 張學華議員 主席 北東要經濟 我也同意啦 但是今天看到這個業務單位 又拿一個什麼VTO 剛剛處長你的改稅我不太認同 你說VTO有分為有償跟無償嘛 那這個得償跟無償對我們目前的狀況來講 我們預算已經沒有問題 預算中央是特別預算專額補助 22億多 然後我看這個VTO它整個精神 它這個主要就是說 共構土地自建 VTO的意思 土地如果有啊 醫生如果有啊 然後它這個整個的精神就是說 給一些共同理念的組合作為來買土地作為來起床 你現在租餐就是要去租 去公司 還是租建設公司 要來蓋我們這棟大樓 要來裡面 譬如說沒有一百分 讓它們營運 譬如你說的市民中心 就是保衛公司啊 或是這個報運 我們來 又讓它們出去營運 我認為說 這樣就讓十萬元去了 既然在二十萬 我們就自己來蓋 蓋一蓋以後 我們要來租人 要賺賣這個報運 我們就可以用 回歸回到財政處 尋為我們市政府的財產 我們怎麼就去買什麼儲餐 又VTO 我覺得你幹嘛要做什麼 要複雜化 第一點 第二點 我當經期 這也我的主張也認為說 應該要這樣做 但是 你不能當一個雜貓 英文的驚債 你知道嗎 你吃 你不給他種子氣的 你現在在課金 要給他以後的 這個沒完沒了啊 你要趕快去跟假裝紙契約 你要什麼人做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們不能說 雙頭馬車 你知道嗎 你這樣子亂了 現在那個市長誰做不一定 你起來印度 我把你毀掉你前面的契約 然後再重來 沒有這樣子做事情的 哪有現在市長誰做這樣 代頭為何 代頭為何 代頭做拍謀以外 我們的市民看 所以我沒有主張這條議事 通過 我主張刪除 好來 那個廖議員 廖天龍議員 我是覺得這樣 一項過一項就對了 譬如說 這個北斗 我們就把那種子契約 我們六月車就怕說 種子契約嘛 你把這個東西 一個大樓之後 已經是種子契約了 我們再來做這些東西 我覺得比較適合 我不要說 你現在的壓力 開割的時候 在這裡做那裡做什麼 我感覺 不好 我感覺說 割定了 我這個錢就沒關係 自助中央就要給我們 比較過 我也是給我們 所以我感覺說 北斗 結論書開割之後 我感覺說一定會開割 因為我們剛才這麼 很怕 對不對 我們來講上班 也是幾個月就割定了 那開割之後 我感覺說 開割之後 我們那個十二月 拿出來 比你算是嗎 我感覺到比較少 兩位 那位主席 沒有辦法過 三比 我們現在十月五月 改割之後 你沒有辦法過 那三比二 還有什麼意見 沒有意見 好來 那個 那個副道 主席 那個 本席也是 也是決定 也是說 贊成刪除 第一個 在前面的契約 還沒有完成中止之前 你再來 你再來規劃其他的契約 那個都是不對的 任何做事情都是 一步一腳印 幾行做幾行 有一樣事情做一樣事情 如果 如果我們跟前面的建築師 已經完成法定的程序 已經解約了 這樣子我們再來規劃新的 然後你前面的還沒有解約 你規劃新的 這個新的話 整個錢花出去之後 前面的又沒辦法解約的話 還是要給前面的建築師來做的話 這條錢沒有白開 好 對不對 我是本來還是贊助贊助 好 那個 王美會議員 主席 是不是 又拜託處長 你才會說 請做 這條錢 是退後 未來你會 怎樣 這條錢 你現在要怎樣做 像他們說的 一個女生要嫁兩個 就不對了 現在就是說 你跟人家要好 現在的錢人 談得怎麼樣 來 主席 你拜託一下 拜託說給請做 主席 謝謝 謝謝各位議員 這邊跟各位議員報告一下 原契約 原契約 行政處在6月1號已經正式行文 那個建築師 我們已經終止這個契約 終止契約本來就是單方面 就會發生 跟議員報告 按照採購法的程序 我們一方通知 甲方通知乙方終止契約的時候 一旦終止就生效了 那生效之後呢 乙方會不服 或是他有其他的意見的時候 他就可以尋我們採購法的程序 就是先申請調解 調解如果不成的時候 再來申請兩個方向 一個提仲裁 或者是提這個訴訟 提仲裁呢 當然他還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要雙方 事前書面同意 如果沒有就直接訴訟 所以一旦甲方發出終止的這個 這個公文之後呢 接下來走的就是這個程序了 不會再跟原契約有什麼關係 那所以也就是說 市府這邊其實很希望 趕快把北中道把它興建起來 所以我們才會去跟 處灘師申請這樣的補助 那希望說趕快來做一個 可能性評估的規劃 看我的這個北東大樓 到底是要往哪個方向去做 那剛剛那個張修華議員也有提到說 您覺得這樣子把整個這個 未來要營運的這件事情複雜化 的確可能會複雜 但是同樣的 如果所有的經營委託一家公司的時候 其實它中間可能會相對的是簡化的 但是我這邊要報告一下就是說 我們做的叫可行性 也就是它是先期規劃 如果我們發現這個案子做下去 BTO本身它不具有計畫的自償性的時候 我們在合約裡面也是可以立刻改為原來傳統的做法 用統包或者是委託設計的這個做法 我們都不排除 我們都不排除 是這樣 來 長期保安 來 長期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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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你請教一下 各位抱歉我接用一段時間 剛剛您有報告 中止契約我們可以單方面 我們合約現在單方面要把中止契約 你剛剛有講嘛 他可以申附他可以訴願 這個訴願的過程 如果公共工程委員會協調不成功 然後他可以提出告訴嘛 對嗎 這個告訴是不是還要再一段時間 如果這個告訴當中 他如果贏了 你現在還跟議公司簽約 不然議公司又回來告你 然後再過來告去 是不是愈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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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 你們就誇金 我告訴你啦 你們誇金 因為他現在 他的設計已經十幾年的時間 不符合我們的期待嘛 現在你理事就是這樣 你要跟他的中止契約嘛 你還要對一間建築公司做 建築書做 我們都沒有意見 只要可以把北斗完成 但是 這個過程就是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跟他的中止契約 你說要怎麼跟他 所謂 不管你台灣的中止契約 我不認同 你一定要跟他講到說 大家 給他寫出來 我就要跟你中止契約 你會當新港政務 你提出 因為你不符合我 自己是政府 未來這種大樓的事件 這是我第一點要講的 第二點 我要請教處長 你所謂VTO在我們的政府 辦公大樓 目前國管市有成功的案例有沒有 有沒有 爸爸這個是第一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嘛 你幹嘛要去冒險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雖然中央來沒問題 你做很多工作 真的 這我給你肯定 但是 好好的一步 不要走到整個都亂去 他算有了嘛 土地也有了嘛 你幹嘛要去 我們可以 委託人家全黨給我們 蓋得好 我們自己來英文 還是我們以後交往英文 都沒關係 你不要去搞什麼VTO 我今天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真的我替你頭都大了 我是指定說先來三條 以後 當你的整個案 郭成熟了 你送上來 我跟你說議會絕對你支持 北部沒有人會反對啦 是你現在一個模糊地帶 我剛才說過 你一個雜丐 下兩個驕債 陰人兩個驕債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你們都知道 我替你們很煩惱 你都不知道怎麼煩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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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講一下 謝謝議員 因為終止契約這件事 目前不是在我幹部處處理 我行政處法治科也有在處理 那我現在是依據他們告訴我的 他們說六月一號一旦發這個 終止的這個案 這個契約就已經停止了 它就已經停止了 那接下來 剛剛我報告的所有後面的這些 調節啦 仲裁啦 訴訟呢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不管怎麼樣 這個契約現在已經停掉了 那剩下 譬如說剛剛議員講的 如果我們輸了 或怎麼樣 其實輸了就是去做 所謂的損害賠償啊 然後因為 該付給這個建築師 該有的這些 這些費用呢 就會由原來 南洞大樓的捷餘款裡面去支付它 所以那部分 因為說實在 那部分會花三個月 或花三年的時間 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不能因為這個 這個協調 這個仲裁 或這個訴訟沒有結束 結果我們北重大樓 就擺在那邊 就不動 我要跟報告 這是已經分開成兩件事了 那現在嘉義市政府就是說 希望趕快積極的 讓這個案子趕快再活起來 不要擺在那邊 因為它已經擺了十年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叫做可行性評估 就是說 我不排除BTO 我不排除用傳統的方式 這些我們都沒有排除 我想我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想報告 你處長太多 來 張風 張議員 謝謝 報告一下 黃秉慧同創命 最創命的黃秉慧 黃秉慧 他就要拖 拖了 仁股史家裡邊就是在處理方法 1億3千多萬 這是背前的錢 就是影響自賣 他就是他拖的時間 這時間拖到沒途 所以郭鄭司司 他拿出來 從事作業跟服務委 3千多萬 他都買出 但這個事情是這樣 他跟他說啦,再拖一拖一拖一拖,他拖不下啦 他的主動就跟我們學的啦 我們做學的,我們免得要1、3、2萬 我從去,我沒有說,我必出事 他為什麼呢,就是不肯發掉 市民的1、1、3、2萬 所以時間要拖拖 用什麼呢,就是要求他 要改變,立的建設,立的城市 節能減碳,就是對時代,逃流 他以這個方面呢 反正會用這個方面,擴住 但是呢,他認識的,認識的不出 這個就要他要學的 要是主動學的 我們不用再寫3、2萬 這到底有沒有 但是,反正他是有頭腦的 張宴,你的意思是要三條還是要... 三條,三條 好,來,那個施責翁議員 主席 我是認為說,這三百六十萬 這三千...三百六十萬 他這是簽字作業 簽字作業也是... 簽字就是... 意思就是說,頭腦的先期規劃而已 我是認為說,這要公共和補助 不是我們的自抽款 應該是學過的,沒關係啦 不然現在是不是這樣啦 休息十分鐘,討論一下 看怎麼樣 不然現在都差不多,差不多啦 買三條的,還要保留 還要給過的都差不多 我們休息十分鐘,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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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a 80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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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